全球的商业模式通常归结为六类 看看你用的是哪个 第一个是互联网模式 其核心是提供免费服务 提供免费服务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用户 如果抖音告诉你要付费才能观看美女视频 你会选择观看吗 如果使用微信需要付费 你还会坚持使用吗 在互联网模式中 通常路径是开始提供免费服务 吸引用户流量 之后进行融资 建立平台 最后实现盈利 这就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第二个是直销模式 核心是裂变 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将消费者转化为销售代表 因为如果消费者只是购买产品 而没有进一步的参与 我们的C端增长会受到限制 我们需要让C端用户积极参与 实现裂变 第三个是连锁模式 核心是复制 关键在于复制盈利要素 如果一个门店能够盈利 那一定有某些盈利要素存在 只有复制这些盈利要素 才能算是真正的连锁店 而不仅仅是门头相同 招牌相同 装修相同 第四个是资本模式 和第五个金融模式 它们是最典型的杠杆机构 比如如果你存了一百万 银行可以贷出一千万 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实际上就有着一千万 资本和金融是可以分开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 资本包括上市 并购 股市等 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属于金融领域 当你存入一百万的时候 银行就可以放贷出十倍的数额 如果你存入一百亿 银行也可以放贷出一千亿 第六个是产业链模式 核心是垄断 现在许多行业都在构建产业链模式 从上游的牧场和奶油 到中游的加工工厂 再到下游的分销渠道和最终用户 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上存在多个盈利点 而不仅仅是工厂和品牌 这就带来了垄断 要想赚大钱就必须玩产业链 多个盈利点